有一名英国籍男子跟台湾的朋友到嘉宜的竹崎山去来露营 结果他喝了不明的药草茶之后 突然身体不舒服昏迷 被送医之后宣告不治 现在仅仅怀疑药草茶呢 引发了男子气喘发作导致死亡 英国籍男子躺在单架上 被紧急推进急诊室 只见男子口吐白沫陷入昏迷 医护员员虽然全力抢救 但还是亏天罚书 他同行的友人也是表示说 他有蛮严重的气喘病 警方回到事发现场 帐篷里还有一些气喘药物 7号上午 男子和朋友来到竹崎山去露营 后来男子游泳完 喝了自卑的药草茶 突然口吐白沫昏倒在地 检警怀疑药草引发男子气喘 才会导致悲剧 他们有喝一种叫一种树枝 一种草药之类的 同行的友人 大部分都有喝过 排除说有相关联性 事后村民帮忙开车 将男子送医治疗 但到院前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现在紧紧要厘清 是否药草引发中毒死亡